石宇奇实在太神奇 大心脏强节奏 完成逆转夺冠 李世锋关键点的拖鞋 都没拦住石宇奇 这是2024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 由中国两位男单高手内战争夺冠军 石宇奇在上一场与周天成 展开激烈较量后 依旧打出如此精彩的男单决赛 而李世锋在安塞龙退赛后 直接进入决赛 状态可谓是比石宇奇好上太多 不过也确实打出了较为精彩的表现 但依旧是给石宇奇做出了陪衬 可以说本次决赛 是李世锋距离冠军最近的一次 但依旧被更为强大的石宇奇拦截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比赛 李世锋本次决赛的状态 可谓是非常好 也是今年进决赛的比赛中 首次第一局就拿到胜利 并且在第二局的比赛中 依旧能够持续打出的优势 不过对于这样的情况 基本也是在意料之外 实在是安在龙的退赛太过突然 李氏风前几场都没有费多少力气 而时与其则是多次熬战拼过来 双方状态确实有着一定的差距 双方状态确实有着 双方状态确实有着 应该是擦吧 嗯 还有 第六局 那球 背双方状态确实 architectural 啊 看着特别痛快 漂亮 非常意外 在关键点的李诗峰 失误开始多了起来 而失语期也通过手上的停顿和控制 开始做最后的冲刺 而李诗峰也是非常意料之中的 在关键点再次击携带 但依旧被拼起来的失语期 直接杀穿 进入紧张激烈的决胜局 漂亮 哇 漂亮 我对不能磨必须就要 哇 漂亮 漂亮 这只能咬下来也不容易 九攻不下圈也是打得挺着急 太好了 好强 找你的手动 连续的高强不作战 施宇七体能一直都没有完全恢复 在决胜局的上半局失误也开始增多 而李诗峰也开始强势的主动进攻 非常快速的拉开了双方的比分差距 把压力给到施宇七了 3 2 1 2 2 1 4 5 5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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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停顿的放网成功骗到李时锋 双方虽然是同队队友 相互更加了解对方 但时与其手上的变化实在让人意外 此时依旧还有着几分的分叉 场面依旧存在着一定的悬念 对方说 特别的 石宇齐的往前 已经多次让李诗峰吃亏 但李诗峰依旧没有很好的摆脱方法 在下半局两人的对抗非常激烈 李诗峰在与石宇齐拼速度 而石宇齐与李诗峰拼细节 在最后的时刻 石宇齐的进攻 与李诗峰最后场的石宇 让石宇齐成功完成了 这场体能处于烈士的大逆转